這次入侵加拿大領空 美國蒙大拿州的領空也一度關閉 美國國防部表示 北美防空司令部 十號開始發現這個物體 直到十一號 美國總統拜登 和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共同授權 擊落這一個不明物體 最後由美國F-22戰機射下 殘骸將由加拿大軍隊回收進步分析 美加兩國對這個物體特徵三間起口 美國國防部只表示 這個物體大約是一輛小型汽車的大小 飛行高度大約是四萬英尺 也就是一萬兩千公尺 疑似是無人駕駛 一星期就出現類似三個飛行物 目前不確定是否有所關聯 而中國否認的間諜氣球美方表示實際上就是監視氣球 而且監視設備和解放軍承包出去的項目相同 讓美加不得不繃緊神經 華視新聞綜合報告 哈囉大家好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